NCC這幾人 一下子又把人家關台 一下子又開台 這過程紛紛擾擾 爭議很多 然後前民就不信任NCC 既然一個公正的單位 已經不受到大家的信任的話 我有一個方法 撤掉 打掉 重練 再重新開始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一個審查單位 搞得烏煙瘴氣的話 你不撤掉重新 打掉重練 怎麼會贏得民眾的信任 所以其實面對這些問題 上任總統又要趕快做 因為這攸關我們大家 對一個公平機制的審核 尤其媒體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該給人家恢復的就給人家恢復 該有弊案的我們該查就查清楚 該撤掉就撤掉 打掉重練 所以基本上就是恢復特徵組 撤除NCC 但是提升 提升它的功能性 跟它的公正性 功能性 公正性都要大無提及 從回來贏得民眾的信賴 你贏不回來民眾的信賴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其實政府是要讓一個公正的單位 是得到民眾的信賴 是得到民眾的信賴